那我们也看到中方再次敦促日方 停止强行推进核污染水排海 指出这等同于向全人类 转嫁核污染的风险 那同时日本国内的民众 也是以多种方式反对核污染水排海 那面对多方的反对 日本为何仍然强推核污染水排海 国际社会应该做哪些监督呢 日本强推核污染水排海 是自己的一己自利了 他只考虑自身的污染问题 而并没有考虑到排污染水入海 它是一个涉及到周边国家的 民生的健康问题 以及整个海洋安全的问题 所以他无视这样的一种 违反公共利益的这样一个决定 而自身去排海 而且日本呢 他仅仅是对一些 所谓的一些发达国家赢得 他们的认可 以及以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个 排海的这样一个所谓的 国际安全的报告 作为他这个排海的 这样一个依据而已 那么说到底呢 日本政府呢 它是从一己之利而出发的 这样的行为呢 引起了周边的国家 以及国际社会的抗议和反对 所以那么未来呢 我觉得日本的这种行为呢 它不仅仅是说 是从自身的问题 而且涉及到了整个周边国家 以及海洋公共安全和民生的健康问题 所以周边的国家 以及国际社会 会形成反对这样一个阵营 来共同应对 日本这个核污染 所以排海的这样一种行为 我们从现在看到了 不仅仅是周边国家 那么国际组织 甚至联合国的相关的组织 已经意识到 日本的这种行为 是这个违反这个国际道义的 和这个 它也没有进到了国际法的这个义务 所以已经提出了相应的一些措施 那么未来我想这种声浪 或者是措施了 还会进一步加强 好的 感谢吕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感谢您的观看